开起来,开起来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来用 因为它是免安装的版本,所以基本上直接 执行 执行之后的话,那它就会 应该,如果你打开来看,应该就会这边上面应该都是显示为中文化之后的 名称 那开起来之后的话,那应该会比较熟悉一点,因为上面的东西都是 基本上是比较看得懂的 那这个部分提供给各位参考,就是说你如果需要的话,你就把它装完,如果你不需要的话,那你就用英文版也是OK的 好,那另外的话,建立专案就是从这边新建,这边有个Java的专案,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些事情 OK,那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的环境部分,所以 请各位第一个要先稍微了解一下 怎么去使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关 相关的操作,有些细节,比如说包含怎么样 第一个开启,开启就是有一个welcome的画面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要建立专案的话,就是从file,一般就是从这个file里面的new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有关于 这个我们的 工作区的切换,那特别是我刚刚讲过说 当然你的 工作区可以不止一个 也就是说你今天 你可以是这个工作区里面是某类型的 Java的专案,那 当然你也可以另外再产生另外一个工作区,是另外一个专案的 内容也是可以,就是透过工作区的切换 那工作区要怎么切换呢?基本上如果说你有多个工作区的话 或者是说你现在不知道说你的工作区是在哪个位置的话 各位可以透过什么呢? 切换工作区这个选项 里面可以找到其他 那当然如果说像我们之前有开发很多个,它会列出来 你有很多工作区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从其他里面去找 比如说我另外一个工作区 我的工作区是在放在旁边,有个什么Java的workspace好了 那我按确定之后 我可以去再去切换另外工作区 它这个地方名称 会变更,就按确定 那我 它会让我的eclips重新开启之后 并且把里面workspace的 专案也通通开起来 那我开起来,基本上里面的话 这个里面也是空的 没有放东西 那基本上你可以透过工作区去做 这个专案 或者类型 去做 切换的动作 再来里面有 汇入汇出来 也就是说你的 专案如果在外部 你可以汇入 用import 的方式 把外部的 专案给汇入进来 或者是将来在光碟里面有范例档 你也可以透过汇入的方式 把现有的那个专案汇进来 那汇入的部分 在档案里面 也可以找得到 另外删除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有一些 专案你要删除的话 那特别注意 你可以按一下右键 就有删除功能 但是特别注意 将来它会有个 这个地方 要不要打勾的问题 我是建议 如果将来 你在删除的时候 一定要打勾 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 他会有一个残留的专案 会残留在你的 工作区里面 也就是说将来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你在建立下一个专案 名称一模一样的时候 他会一直跳出说 你无法建立专案 即便是你的专案名称 已经没有在 那个 专案总管里面 但是还是不行 因为他会残留一个 资料夹 在你的那个工作区里面 是看不到的 除非你手动到工作区幕里面 把那个专案名称的资料夹删掉才可以 这个也是常常遇到的问题 那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们用Eclipse开发工具 它有个好处就是说 这个开发环境可以让你们延伸到 将来开发Enjoy 也都是用这个环境 所以如果你将来这个环境熟悉之后 你要再开发Enjoy的话 其实也非常的容易 另外如果你要开发什么 开发JSP 就是网页的互动式网页 也可以用这个环境开发 你要开发JavaScript 也可以用这个环境开发 所以这个环境基本上是 多种的语言开发的环境 所以 你如果把这个环境熟悉之后 你要再延续 下一个阶段的学习 就会更简单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 要把这个环境多多熟悉 然后开启关闭会很简单 另外 它有一个 切换 切换的那个 就是你可以从这个 所谓的观点 这边可以切换 切换的位置 基本上 它是放在 这边可以去做切换 比如说包含你可以debug 那这边可以做切换的动作 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 再来的话 我们要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建立一个 第1个专 第1个专案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我的第1个Java程式 那我要怎么样去做 输出的动作 其实非常简单 如果我们要做第1个练习 第1个的话 请各位在这里 新建 一个Java的专案 那将来当然 如果你要开发 Android专案 到时候要 挂一些Android的套件 还有挂Android SDK 就可以再来开发 那比如说我们 先开发Java专案的话 在这里新建一个专案 那专案的名称的话 比如说呢 我这边可以给他一个叫Hello 比如说我这边 Hello底线Java 比如说我这边给他一个 HelloJava的一个专案 然后呢 底下的部分 不用动 我们用Java的SE 1.7 因为我们的SDK也是1.7的 那如果你要向下相容 那你也可以挑 因为有可能 Client端它的环境 并不是最新的 那你也可以相容 你就用1.6 甚至1.5 都是有可能 那我们这边用1.7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 它会 自动帮我们产生什么 一个Source 也就是将来 我们 会产生一个 SRC的一个 套件 的 一个目录 我们将来可以把我们的 程式都放在这个 目录里面 OK 按完成 其他的话 我想这些应该都不用设定 预设它会自动给 帮我们程式库的路径 会自动帮我们抓到 所以这些都不用动 按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HelloJava就出来了 那我们如果说要开发 第一个 专案就是这样 就建立起来 再来的话呢 我们在专案里面 要开发什么 开发我们的 第1个 类别 就是class 那第1个类别的话 怎么建立呢 在新增专案之后的话呢 请你 展开之后 这边SRC 按右键 新建什么呢 新建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 它在还没砍拍了之前 叫做 点Java 可是砍拍了之后 它就变点class 这class就可以在 JVM里面 可以run OK 那我们就是 再按右键 然后呢 怎么样呢 套用这个 类别 那这个类别之后的话呢 我们的名称的话 比如说 这个这个地方 我们名称的话 比如说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专案 那这个专案的话 我可以给他一个叫什么 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 看这里这个名称 CH2 之1 好了 这个名称好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希望 他可以很简单 就是帮我输出一个 就是我的第1个 Java程式的话 那直接在这边 怎么样 建立一个 比如说 CH2 之2 之1 类似这样 这样一个名称 我的 我的这个 这个 章节名称 但他这地方 会先 不建议 预设的套 不建议使用预设的套 他希望你在这个地方 建立一个套件 不过我们还是放在这里面 按完成 我完成之前特别注意 这边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要 按完成之前 我要建立一个所谓的man 这个man的话呢 是在Java里面的预设的入口 就是一定会先从man的方法 被执行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是开发 这个Java的 第一个 这个class的话 记得这个打勾 然后呢 不需要继承 这个不打勾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把它打勾 它会自动 帮你建一个 void 这个void就是方法 的一个man man就是入口 然后呢 这个不要 按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开 你会发现呢 他自动帮我建一个class 这个class是public 就是外部可以被存取得到的 然后名称叫做ch2-2-1 那他的man的部分 就是 这一个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在这边 打 直接怎么样呢 你就打一个system 然后 直接打一个system 如果你会发现 如果你打一个什么呢 打一个s 打一个sy sy 然后 后面system 你懒得打 对不对 或者是这个 这个class的名称太长 或者是这个物件名称太长 你有时候很懒 他会提示 我刚刚讲过 lt加斜线 他就知道怎么样 跳入system 有没有 所以这个 懒人 写作法 不用背 很多类别 你只要打一个头 按一个lt加斜线 然后你按enter 他就帮你把system打上去了 点下去 特别注意 你有没有放在system上方的话 然后这边有个out 直接用选的也可以 out 然后再点 点下去会有个 打一个p就可以了 print 然后呢 多一个le print 这边的话print 因为我 你用print也可以啦 或者是print line print le就是多 换行符号而已 跟print的差别就是 换行部分不同而已 这一个方法 然后 我们按enter 之后的话呢 里面的话 你会输出 双斜线 里面的话呢 让他写什么 我的第1个java程式 OK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 如果要看到最后结果 是不是ok的话 请你先做save 我习惯全部储存 再到这个地方 把它 run 执行 那他会执行在下方 有个console 会跳出什么 我的他会把这一段 字串 秀在底下的console 主控台里面 就完成这个练习 OK那这里我想 各位先试试看 第1个 专案 第1个专案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